我们有谈到325师资短切的街头示威 我们不支持或者不鼓励 动不动就街头示威 尤其有关师资的短切 我们已经一向来高度的重视 党已经在一个月前多的讨论 也做了两项的重要的决定 第一 要我们的马华部长在那个提出 那个也同意建立一个特别小组 由副教育部长达到魏家祥博士领导 他也召集了几次的会议 也有邀请有关的教育领域的各方面的代表 来探讨这个问题 党的立场就是 所有的空切在滑小 必须要填补 第二 这个权力呢 应该由校长决定 而不应该只是教育部 我们这位太慢 我们也一向来不同意 不按华文老师派到华校 来教一些课程 每一届语是用中文的 我们也不断地强调 老师有双语的 一年纪 二年纪 三年纪 未经论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